大家好 今天一早上 我們就要去拿 新家的鑰匙 對在這邊大家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 安排了很多的 步驟但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鑰匙一定要拿 因為其實有很多 他可以之前我遇到過 是準備第一天想說 把全部通常我第一天是把 全部箱子都放在家裡面 然後第二天或者第一天有時間 就可以開始組裝 然後既然遇到 有一些agent就是比較沒有責任感 直接沒有去上班 所以或者是 答應我說假日可以去拿 鑰匙結果他後來 跟我說假日沒工作 就是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種就是非常非常 嚴重的事物 會非常影響到你後面的 後面的什麼 之後 後面的步驟 所以請各位確定 後面的安排 請各位 對對對 所以各位 各位一定要確定就是說 鑰匙一定要準時拿 這樣子後面東西才不會 避類 OK 看一下我們這個小電梯塞了多少東西 今天是第一天拿到鑰匙 我們準備把全部東西都丟進去 第二天才開始開箱 然後希望我們兩天內就可以 把這個家佈置好 準備迎接客人 所以其實Agent本來今天還不打算給我鑰匙的 所以因為我苦苦哀求說我今天一定要 因為我很多家具上來 所以還好早上我有跟他確認說我一定要拿鑰匙 因為他和我說這些牆壁還沒有補好不能讓我進 但是我的合約已經說好今天開始了 所以很多Agent就是製作主張就是 說不行就不行 我就跟他說我家具一定要放 因為我已經安排了送貨公司過來 所以儘管他們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做好也沒關係 因為我可以先把家具放下 他們還是可以做他們的 那明天我就可以正式主張我的家具 所以這些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大家在建立AB&B的時候 請務必記得 哈哈 飼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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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